今天的奥运火炬手的故事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炎烟案的故事 好准备 注意精神变爆啊 精神一定要广满一点 准备 五六 动作啊 五六七 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一米六五相貌平庭 甚至有些腼腆 这是炎烟案给人的第一印象 和学生们在一块就是一个大男孩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 却蕴藏着无限可能的舞蹈激情和动力 爆发出来的力量很惊人 舞蹈不仅给我们带来一种快乐和荣誉 更让我们取得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 跟奥运品格进行有点相同 像比如啊 我们会向着更高更快 发展更高 35岁的炎烟案 1991年参加高考成为落榜生 1992年 炎烟案到琼海石勇中学 担任美术代课老师 全校学生不足150人 如果年轻的炎烟案 只满足于教学生画画 也许他终其一生 只能是一位普通的美术教师 但是曾经是中学舞蹈队员的他 在课余时间开启第二课堂 教那些农村孩子跳舞 我觉得作为老师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那么我从他们的排练过程当中 学习舞蹈过程当中所付出的汗水和泪水 还有雪水 那么我觉得我们琼海的这个舞蹈 后期有人 我们觉得我们海人的舞蹈事业 一定会更加绘化 怀揣着这样一份理想和信念 炎烟案开始了自己最艰难的一段舞蹈人生 其实我们都是和汪泉河水长大的一些 跳舞的男孩子 我们是那是我们的家乡 但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舞蹈 为熊海争光 为海南争光 后来炎烟案因为其出众的编舞水平 调入佳基中学 也就是在这里 他一次又一次实现了自己人生的跨越 带给人们很多的惊喜 从2000年开始 炎烟案的作品不断地在省内外的各种比赛中获奖 并有机会领着学生到国内外等地演出 展示男子舞蹈的大气磅礴和阳刚雄魂 2007年4月 在第四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中 36人群舞 军中交融 勇夺铜奖 奥运火炬将抵达海南 穿过琼海 这无疑又是一次很好的创作机会 几乎不遗余力的 炎烟案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排出了气势辉红的男子群舞 永恒的圣火 借以表达对奥运的祝福 现在呢 盛火在海南的船地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把目光转向珠峰大本营 在珠峰大本营里 由当地的藏族同胞所组成的后勤保障团队 每天都要穿行于各个帐篷之间 而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灿烂的笑容 也成为了珠峰大本营一道靓丽的风景 西藏自治区拉兹县的扎西宗乡 是中国海拔最高的乡镇 从扎西宗开车一个半小时 便可到达珠峰脚下 每年到了攀登珠峰的黄金季节 可以见到很多在珠峰大本营工作的 扎西宗乡的藏民 今年也不例外 为了准备北京号用火炬接力 珠峰传地 现在很多人呢 正在海拔6500米以上的山上进行工作 当地的藏民呢 几乎每天都要行走40公里以上 把氧气和一些生活物资 运送到那些有需要人的手上 扎西宗乡屈宗村的次仁嘎桑 带着一队人负责到6500米 运送氧气和食品 从海拔5200米到6500米 40公里路他们只用了12个小时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运上去的 羊苹果 饺子 啤酒 药品 灯泡 把它给我山上洗的信 然后他们都已经迁烧了 对对对对 他们山上6500米收到了吧 背着13公斤的氧气瓶 67公斤的发电机上上下下 斯文嘎桑和他同伴的身体状况 让人有些担心 我们没有带那个鼻子 那没地方睡嘛 那回来了跑快的 但是已经下雪了 你跑下来不危险吗 没有危险 因为他们就生活在竹虹地区 所以说的话 这个他们对高海拔地区的话 这个气候啊 各方面都适应了 当天到了6500米 马上就返回来 说就是起早摸黑 基本上就是12个小时吧 就是上去下来 一共12个小时 所以很辛苦 正因为熟悉珠峰的情况 所以大本营的后勤保障工作 大部分是由当地的藏族百姓来完成 在地湾缺氧的 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工作呢 需要充沛的体力 而一日三餐呢 正是我们摄取营养的主要来源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些可口的饭菜呢 正是出自于我们藏汉两族厨师之手 要想在世界屋脊把饭菜做好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有了藏族师傅的经验 难题迎刃而解 周师傅您正在做什么呢 我们在做了中午的午餐花卷 这花卷能蒸得熟吗 你觉得在高原上 这个必须得用嘎压锅的 直接蒸一下不行吧 先用嘎压锅蒸起来 然后再压一下 大概多长时间 大概蒸得蒸个十分钟吧 然后压一压个两三分钟吧 在珠峰大本营 我们不但能吃到地道的家常菜 还可以一品藏族美食 靳明师傅 您给我们做什么藏族美食呢 烤羊排呀 打酥油菜呀 做蒸饭呀那些 给我们一百多人做饭 这一天下来累不累啊 有点累 但是挺高兴的 为什么呀 因为 奥运会活聚在这边 传递 传递嘛 所以心里很高兴 觉得自己很光荣 和靳美师傅一样 大本营的五百多位藏族百姓 几乎每年都会到海拔五千两百米的珠峰脚下 工作上一段日子 他们说今年上山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圣火来到了他们的家 他们可以为北京奥运火局接力珠峰传递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 那么在今天下午六点半到七点的 跟着圣火看中国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会为大家来梳理这一整天 奥运圣火在海南的这三个城市传递的 一些总体的情况 敬请各位留意 这一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 要把时间还给端端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新闻六十分 百年梦想成真 圣火来到中国 五月四日至八月八日 奥运圣火在中国一百一十三个城市之间传递 点燃城市激情 传递奥运梦想 中文国际频道全程跟踪圣火传递 轻轻打造特别节目 跟着圣火看中国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北京奥运会门票第三阶段销售将从今天上午起到六月九号进行 可受体育门票为一百三十八万张 包括男足决赛 男子一百一十米蓝玉赛和半决赛等两百四十四个场次 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银行门票代售网点和北京奥运票物官方网站购买门票 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本阶段采取实时购买 每人每次限购两个场次 每场次不超过三张门票 但是在付款之后可以再次申购 一部由中央电视台设置的反映当今中国藏奥运动员励志奋斗的大型电视纪录片 《非常精神》 4号在北京举行了开播仪式 《非常精神》 共起十集将于5月5号在央视奥运频道中播出 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十位中国残奥运动员 在理想精神和生活上的感人故事 该片通过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所展现的不屈不挠 超越自我的非常精神 体现出的人道主义和外国主义精神 为更多的残疾人树立生活的勇气 感动更多的社会爱心群体 支持残奥会 现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 在台湾岛内又掀起了新一波的奥运热 由于中华台北棒球代表队已经取得了奥运参赛资格 台湾旅行业者看准这一商机 届时将为组团来到北京 为参赛的棒球队加油 根据奥运票务台湾代理业者运家旅行社的统计 三月份以来该社已经获得了12000多张奥运门票预购申请 其中95%以上表示要去看棒球比赛 为有过夺牌历史的中华台北棒球代表队争取夺标加油 捕捉到这一商机的台湾旅行业者 为此纷纷推出了北京奥运棒球赛加油团商品 以专看球赛或者兼具观光的行程抢占奥运市场 5月2号下午 由岛内多家旅行社联合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主办者宣布将组织一个至少150人的棒球加油团 于8月12号前往北京观看棒球赛 为中华台北棒球代表队加油打气兼观光旅行 岛内旅游业者表示等奥运赛程表正式公布之后 还会组织跆拳道等其他项目的加油团到北京驻委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葡萄牙青年华侨华人在里斯本国家大剧院 举办盛大的迎奥运促和谐活动 里斯本国家大剧院三千多个座位坐无虚席 中国取义代表团受邀前来同旅居葡萄牙的华人 一起互动联欢为北京奥运助威加油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 埔中友好议员团主席 葡萄牙政府和奥委会官员等出席了晚会 葡萄牙政府和奥委会始终支持北京奥运会 葡萄牙前总统 里斯本市政府 商界名人等向晚会发来二十多份贺电 相信北京奥运会将进一步促进世界的和平 促进世界体育的交流 我们只是信心 只有我们的祖国的法种参胜 才能远着百年的奥运梦想 让我们旅屋花人 共同来祝养2008北京奥运 圆满成功 韩国西海岸发生巨浪卷走大批游客事件 根据来自缅甸国家电视台4号的最新报道 到目前为止 刚刚在缅甸过境的强热带风暴 纳尔吉斯已经造成至少351人死亡 而且随着救灾工作的开展 这一数字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据报道 遇难者中仰光省有19人 伊洛瓦迪省有332人 热带风暴还造成大批无家可归者 仅伊洛瓦迪省海基岛一地 就有9.2万多人无家可归 由于灾区交通通讯瘫痪 救灾难度巨大 一些联合国救灾专家估计 仅调查清楚灾情就需要数天的时间 仰光市民4号趁无风雨天际 抓紧清除路障 修复房屋以及采购食品 目前仰光主要干到可以通行车辆 但公共交通 电力和通讯等还没有恢复 仰光国际机场已经于4号关闭 并取消了全部离港航班 离港航班也只能转回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缅甸政府3号宣布 仰光省 伊洛瓦迪省 国库省 孟邦和克伦邦为灾区 目前缅甸已经成立了 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防灾救灾委员会 并组成了10个工作组深入灾区救灾 在孟加拉湾行程的热带风暴纳尔吉斯 2号早晨在伊勒瓦迪省的海基岛附近登陆 接着横扫缅甸三角洲地区 风暴最高时速超过了190公里 3号凌晨 风暴袭击缅甸最大城市仰光 并肆虐十多个小时 使得仰光的电力通讯基本中断 道路受阻 仰光南部两个城镇四分之三的房屋倒塌 剩余房屋的房顶差不多全被狂风卷走 接着到 刘翔是在第四道 比赛开始 刘翔赢了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还是 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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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迅速覆盖全国 上品生活 中式购物 广告招商电话5980-1188 CCTV中式购物 依托中央电视台 独家经营CCTV十一频道 全部广告时段 为企业提供稀缺的 一至五分钟版本央视媒体时间 使销售终端 直达千家万户 品牌传播 迅速覆盖全国 上品生活 中式购物 广告招商电话5980-1188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爱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走进残老共享季节 十年前 一块极具研究价值的古生物化石在朝阳出现 上一年前恐龙究竟是如何演变的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长羽毛的恐龙